柯文哲實在是真好大 用意自己的名字買 這個算是很厲害 很大膽的動作 不行嗎 陳佩琪上次講的時候 他說我有去看商辦 他第一時間講商辦 辦公室的時候 我們就覺得很奇怪 你怎麼會看辦公室 柯文哲辦公室還不夠多嗎 台坡有二樓三樓 可以租 杭州南路也有擋部 你為什麼要講到辦公室 那時候大家都覺得很奇怪 第二個他又自爆說 林一街有小宅 電梯的 好 那第三個就是 這一個所謂的 這個原力的豪宅 他這三個今天 大家講他三宅一生 他今天真的第三宅就出現了 三宅一生的第三宅 就是這一棟白色的這一棟 鄧治現金 我們之前講到幾億 幾億三宅是不能拿回去 四年內要花完對不對 柯文哲的柯文哲辦公室 可不可以跟柯文哲租房子 可以啊 可以吧 所以他是收自己的房租 要用一票五十塊民眾黨的錢 那不叫 沒有 自己的錢一二比較好用 因為柯文哲辦公室的錢不能拿走 一定要花掉 對啦 那花掉的話他可以去租房子 對 可以請助理 那柯文哲辦公室可不可以跟柯文哲 一個月租一百萬 可以啊 選舉補助款 其實老實講是一筆黑帳 選舉補款 比方說我們議員 假設你拿兩萬票 兩萬票有多少錢 六十萬其實沒有很多 那六十萬拿來幹嘛 各個我告訴你百分之九十九的辦公室 都是辦公室使用啦 我們的人事支出 我們的行政支出 我們地方辦活動 用在地方 有一些人會拿來捐給一些弱勢團體什麼 地方那些錢絕對不夠啦 結果今天柯文哲要比的不是跟我們這種比啊 你今天如果跟我們這種比 你拿來說我全部都捐給民眾黨使用 還是說我下次要選總統 拿來作為經營地方 經營我的組織 大家不會罵你 可是他的搞法是什麼 他是把這個選舉補助款一票三十塊 拿來買自己名字的不動產 沒有人這樣搞的啦 柯文哲實在是這麼好大 用他自己的名字買 這個算是很厲害很大膽的動作 不行嗎 來 陳佩琦上次講的時候 他說我有去看商辦 他第一時間講商辦的辦公室的時候 我們就覺得很奇怪 你怎麼會看辦公室 柯文哲辦公室還不夠多嗎 台坡有二樓三樓 配租啊 杭州南路也有擋部 你為什麼要講到辦公室 那時候大家都覺得很奇怪 第二個他又自爆說 林一街有小宅 電梯的 那第三個就是這個 所謂的這個原地的豪宅 他這三個今天 大家講他三宅一生 他今天真的第三宅就出現了 三宅一生的第三宅 就是這一棟白色的這一棟 在林申跟這個 濟南路的這一個路口 那這一個 他的屋主叫柯文哲 那以後柯文哲如果當房東 各位知道他可以收誰的房租嗎 政治現金 我們之前講到幾億幾億 三現金是不能拿回去 四年內要花完對不對 柯文哲的柯文哲辦公室 可不可以跟柯文哲租房子 可以啊 可以吧 所以他是收自己的房租 要用一票五十塊民眾黨的錢 那不叫 沒有 自己的錢一二比較好用 因為柯文哲辦公室的錢 不能拿走 一定要花掉 對啦 那花掉的話他可以去租房子 對 可以請助理 那柯文哲辦公室 可不可以跟柯文哲 一個月租一百萬 可以啊 可以 第二個縱望基金會 基金會的錢可不可以拿走 不可以 不可以 縱望基金會可不可以一個月一百萬 跟柯文哲租辦公室 可以 可以 不行不行 不符合市場行情 我剛剛查過一下 這一個月月租才六萬 你管我 不行喔 你管我 不是 這個超過很多耶 我小吵呢 你管我 我有合約啊 對 第三個 木可 木可公關可不可以跟柯文哲租辦公室 可以喔 可以 人家要解散了啦 換一個例子 自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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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自咬意 最好解散 新故鄉協會也可以 新故鄉智庫可以 對不對 這一些最後收房租了 是不是都柯文哲 因為現在的現場 今天有人去那個現場嘛 說那三人還有一間公室一間 柯文哲五六月過戶完之後 這辦公室沒贏過了 所以他至少有收了 七月跟八月的房租啊 原來那個屋主的嘛 對啊 那收了這個房租 那何況我們講說這個什麼 選舉補助款 他早來買這間租 那當然是他的權利 他沒有違法 他拿這個錢來買房子沒有違法 可是很奇怪的是 那一天我們還在幫他算說 柯文哲自己算說買個1.2億差不多 可是你這裡已經花4000多了 你這裡已經花4000多了 你已經沒什麼錢了 那你還 而且這個4000多買完之後 他還去看原利的 原利是1.2億 他還去看 代表他手上還有1.2 不然他怎麼弄 那現在從拿兩次市長選舉 到總統選舉的 所謂的選舉補助款 他到底拿了1億多 他到底花完了沒 所以這個事情 他當時買這個辦公室 拿4000多去買 是拿現金買 是匯款買 沒現金去 從某一個戶頭轉帳去 某一個戶頭轉帳去 是哪一個戶頭 民眾黨 匯了多少錢給柯文哲 因為他留1 3分之1在民眾黨 就剩下的這個錢7000多萬 匯給柯文哲 那匯給柯文哲 柯文哲買這個房子 是柯文哲本人去匯了這筆錢 到了這個原來的這個 屋主賣家的手上 還是沒現金去 這檢察官要查 半天就查好了 一個公文器 小孩的主要調查 就全部螢幕了然 因為現在 這個柯文哲跟陳志然這邊講什麼 說跟蔡英文 個人辦公室是一樣的意思 是有一樣的意思嗎 又把蔡英文扯出來 蔡英文有個人辦公室 但是是用這個 補助款買的嗎 我要問 陳志然跟民眾黨 你們是有什麼毛病 不好意思 今天這個一刀斃命 我隔壁這一位林天鳳殺下去 上一次一刀斃命 應該是某週刊報那個 林毅寺的時候了 這才一刀斃命了 為什麼叫一刀斃命 今天 這個案子出來 就是 柯文哲整個完全破功嘛 但是我要講 林嚴峰我大宅研判 但林嚴峰會保住消息來源嗎 為什麼會查到這件事嗎 其實爆料的人就陳佩琪 為什麼 為什麼 我跟大家講 陳佩琪上禮拜就預告了嘛 陳佩琪上禮不是PO了一個臉書 寫他看的三種房子 小房子大房子跟 辦公室 辦公室中了啊 辦公室你自己講 你看辦公室耶 你們幹嘛看辦公室 當時他不是滿臉問的 怎麼可能看辦公室 中了嘛 陳佩琪自己講說 他們去看辦公室 所以今天我們給陳佩琪一個清白 所有的觀眾朋友 唯一講實話人叫陳佩琪 他是老實的 他老實到跟大家講 我們去看小房子大房子跟辦公室 三個全獎 而且他說他是沿著仁愛路 林森跟杭州的地段去看 所以可能看不止一間 最後買下這一間 總之最後就真的買了 這第一個 第二個 你們會不會扯太遠了 今天柯文哲自己怎麼講 我們再次重看一下當年的新聞好不好 就其實今年而已 2014年1月17 所有人都在問說 柯文哲你的選舉補助款怎麼用 選舉補助款就是 每一票會有一個金額 然後最後乘出來多少錢 簡單講 1.1億元 賴清德1.6億元 侯友宜也有一個1億多元 這1億多元你怎麼用 每個人都會被問嘛 我先講你不要扯蔡英文 扯太遠 先講近期的三個總統候選人 怎麼用 賴清德很清楚嘛 三分之一捐給民進黨中央 三分之一獎勵年輕黨工進修 三分之一捐做公益 這是賴清德 侯友宜啊 講得也很好啊 侯友宜怎麼講 全部捐給黨中央 因為黨要 OK啦 朱立倫跟他有巧 不知道怎樣 總是為國民黨幫忙 柯文哲你講 政黨營運 走訪全台 公益使用 可是你沒有跟大家講 你要拿來買你個人的房子 大家不要被 他在那邊吹牛 就是 柯文哲的問題就是 你講謊話講太多了 你說那個吹牛 吹到底之後 被大家一刀閉命啊 結果今天 陳志涵的回應 讓我們真的完全無法接受 今天居然是跟蔡英文比 陳志涵今天跳出來講說 以前啊 蔡英文當主席的時候 也有個人辦公室啊 一樣的意思 我們用的 就跟以前選總統的 都一樣的方式 不好意思喔 如果我們資料沒有查錯啦 如果沒有資料不夠完整啦 中華民國台灣選總統 1996年以來 柯文哲是第一個 拿選舉補助款 買房子的總統選人 第一個吧 所以一樣是有辦公室 又不是拿選舉補助款來買的 沒有 我先跟大家講 小英我今天 我剛剛再次跟小英總統 卸任之後的辦公室嘛 我剛剛再次求證 因為他今天有回應嘛 就是想說 我們沒有拿來買不動產 我今天再次確認 不好意思喔 你們拿叉叉筆劑腿啦 小英總統 擔任從政期間 除擔任主席總統 有單位機關辦公室以外 其他的基金會 卸任辦公室 舉行你問的其他辦公室 全部都是租用的 沒有一個是用買的 那我問一下 再來第二個 像你們議員啊 這種選舉補助款 你們自己是怎麼用的 有可能發出來源買房子 我幫小英講嘛 這很重要 第二個 小英拿了這個 一億多的補助款 小英全部信託啦 小英全部信託啦 你是拿去買房子 人家是全部信託 公益使用 然後有一些政治的公益活動 然後有一些是政黨的一些使用 你是拿來買 好 第三個舉行 我們一般人怎麼用 一般的民意代表 那個或者是候選人啊 選舉補助款 會來是支持辦公室啦 說實話啦 這個所有的選民都知道 因為這一筆錢喔 前面大家還有得查 在今天以前 我說所以 林嚴峰很厲害啊 在今天以前 大家都是按圖所計嘛 那個政治現金 今天是兩筆錢 不要混在一起 政治現金是人家捐你多少錢 你支出多少錢 全部要列出來 所以什麼木可你不可啊 什麼900多萬 960萬 那個是有相關的帳的 選舉補助款 其實老實講 是一筆黑帳 選舉補助款 比方說我們議員 假設拿2萬票 2萬票有多少錢 60萬 其實沒有很多 60萬拿來幹嘛 各個 99%的辦公室 都是辦公室使用啦 我們的人事支出 我們的行政支出 我們地方辦活動 用在地方 有一些人會拿來 捐給一些弱勢團體 什麼 地方那些錢絕對不夠啦 結果 今天柯文哲要比的 不是跟我們這種比啊 你今天如果跟我們這種比 你拿來說 我全部都捐給民眾黨使用 還是說 我下次要選總統 拿來 作為經營地方 經營我的組織 大家不會罵你 可是他的搞法是什麼 他是把這個選舉補助款 一票30塊 拿來買自己名字的不動產 沒有人這樣搞的啦 可是現在我就有聽到 小草說 那這就是阿伯的錢啊 選舉補助款 本來就是他的啊 他願意放他自己的口袋 不行嗎 可以啊 很棒啊 你幹嘛講這個 很棒啊 柯文哲你選完 1月17 6天大家就問你說 選舉補助款 一億多怎麼用 你就跟大家講 我要買一間 柯文哲個人的辦公室 我要來找 為什麼我有需要 你就講嘛 你講什麼 你講政黨營運 走訪全台 公益使用 哪一個是講你買柯文哲個人的房子 所以我講一刀病命就這樣啊 小草不能講了啦 小草怎麼幫他護航 對啊 絕境你看他退到最後 我有違法嗎 我有違法嗎 我有違法 你就不要 沒有違法觀感的問題 你只剩可以選一個 你只剩選良民啊 你不能選總統了 就有良民證你知道嗎 我沒有違法 我選良民 那個不用選啊 金華城之後就沒有良民證 對 就是你今天選良民 你今天選沒有違法 沒有前科的人 你不是要選總統 吹牛啦 一刀斃命 你自己講的話 一月講的 你現在就自己打臉自己 而且是陳佩琪爆料的 我要